欢迎回来 我是孙嘉 随着极限挑战的第三季的录制呢 极限男人帮之间的默契啊 也是越来越有了 节目内外呢都是轻如一家 但是在两年前 当这六个性格迥异 风格不同的男演员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谁都没有想到 他们之间会擦出 如今我们看到这么大的火花 不仅观众心目当中会有疑问 就连小猪罗志祥自己也曾经很忐忑过 嗨 大家好 我是罗志祥 你现在收看的是娱乐新天地 我在这里 别看罗志祥现在在极限挑战里 受放自如 除来扎到节目组时 他还有些小忐忑 一定是不熟悉 一定不熟悉 对 打不进去 跟他们融幕在一起 我对那时候会有点担心 现在已经不会了 你有吗 讲实话 没有给你一个 我没有 这我妈才好 怎么那么厉害拿两把 通过两年三季节目的录制 他和其他几位成员 也从陌生到熟悉 他们的友情更是从节目里 延续到了生活中 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已经成为了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点 现在跟他们本来是安心 有你的家 有你一个朋友叫曾经来 他永远是你的朋友 实力下 哇 状态就很像兄弟 像洪磊哥真的去找了易新 易新会带他去剪头发 那洪磊哥来台北 我也会去找他玩 然后洪磊哥在拍戏 我工作结束 也会过去探班 好了 知道你们几个感情是真的好 漏了谁都不可以 然后上次 我跟洪磊哥和伯哥 一起拍了一支广告 另外三个吃醋 因为那时候真的隔了很久 才见到那一支面 我们就包了一个照片 包了群组 另外三个就 为什么没有我们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在这里和你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